朱美代表蕭美琴返国成为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副手搭档 回顾他的政治路 在党内大佬陈中心鼓励下 2001年先选乔选立委 开启了他的公职之路 接着选台北市的区域立委 2010年转战花莲 开启了他在花莲的十年生根 2016年替民进党拿下花莲的区域立委 2020年败给了傅昆奇 才外派当朱美代表 政治路上的种种淬炼 都成为让肖美琴更强大的养分 2001年的民进党侨选立委选战 当时是总统府顾问的驻美代表肖美琴 开启了他选举的政治路 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年轻理想 还有专业的能力 未来能够在立法院为民进党 为新政府 为台湾这块土地奉献更多的心力 年纪虽然很轻 但却有很大的报复跟志向 当时已经历练过不少党务主管的职位 像是国际事务部主任 积极推动政党外交 他也逐渐成为党内重点栽培的对象 2004年肖美琴决定在台北市参选区域立委 我从来没有选过一个区域的选举 那老实讲我是戒胜恐惧 2010年肖美琴获得征召 投入第七届花莲县立委补选 面对的是国民党的王廷生 但初次在花莲参选只有少数王廷生6000票 打破花莲长年蓝绿基本盘7比3的困境 可以说是表现亮眼 虽然败选但绿营士气大振 因为他艰困 所以我也一直有准备 我一定会选得比别人更辛苦 虽然吞下选举败仗 但湘美琴两年后的第七届立委选举 被列入不分区 以不分区立委身份蹲点深耕花莲 2016年的立委选举成功复仇 击败王廷生 我们已经努力六年了 一步一脚印在花莲上山下海 今天我们才终于赢得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这也是民进党首次拿下花莲区域立委名额 更是首次在花莲得票率过半 而在2020年则以些微差距败给了傅昆奇 谢谢你们从头到尾在这场选战当中 对美琴不离武器 雪中受碳 结束十年的后山人生 前往美国担任驻美代表 踏上另一段政治旅程 如今反国担任赖清德的副手 又将是另一种新的挑战 记得中文报导